今天凌晨,欧冠联赛EH组四个小组,第二轮的赛事全部结束,八场比赛过后,一甲两支球队全部获胜,应超两队一升一平保持不败,而西甲,得甲和法甲的五支球队, 三平二负遭遇不胜,其中皇家马德里更是在客场遭遇冷门,具体战报,一组败人一道一阿甲克斯,阿甲克斯,赛金晨的表现可以用经验来形容,过去几个赛季和甲球队在欧冠联赛,客场的表现只能用在那来形容,但是今天他们在安联球场,绝对可以往手离开,败人刚刚开场四分钟,就由罗本助攻胡梅尔斯得分, 但是此后场上表现,更好的却是阿甲克斯,来自摩洛哥的马兹拉维,为阿甲克斯打进三平进球,这位还不满,21岁的小将今年2月,才首次进入阿甲克斯一队, 在欧冠的进球更是他为阿甲克斯打进的处子进球,而阿甲克斯,主帅腾哈格表示,他的球员完全有机会在安联球场带走三分,但最终1比1的比分他也比较满意, 两轮过后阿甲克斯暂时已进胜球,优势排名1组第一,雅点AEK23本菲卡两只首轮接遭遇失利的球队相遇, 普超亚军本菲卡却在客场先声夺人,瑞士国角赛被罗维奇和后卫格里马尔多的进球,令他们在刚刚开始就两球领先, 但是半场结束前,本菲卡被拔下一人为之后比赛埋下隐患,果然,下半场主队AEK有比利时前锋克隆纳里迪斯,接连打进二球颁平比分, 不过本菲卡年轻的后腰阿,而把赛梅多在一次中场响断后强行带球突入到对方进区前,结果他一脚低射,令本菲卡在客场获胜, AEK两战接败小组垫底,F组获分海姆,1比2曼城获分海姆,在主场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,开场44秒, 阿尔吉利亚前锋贝尔弗迪就攻破曼城对球门,这也是本赛季欧冠联赛的最快进球记录,不过曼城在此后比赛获得了绝对优势,控制着场上主动, 并在几分钟后,就由阿归罗扳平比分,虽然萨内被对方球员放到没有吹罚点球,但是比赛临近结束前锡尔瓦,还是完成了逆转进球, 瓜比奥拉对曼城本赛季欧冠首胜表示满意,而曼城也在瓜帅欧冠解禁之后,终于顺利地踢完了一场比赛, 李昂2比2顿涅瓷克矿工李昂虽然是主场作战,但是却要为上赛季欧联杯球迷的不理智行为买单,欧足联禁止他们的球迷连续两场欧冠赛事出现在看台, 结果导致这场主场比赛失去主场意义,在没有球迷到场关战的情况下,李昂果然打不起精神, 失去了上一场赛克场暴冷战胜曼城的勇猛,而克队顿涅瓷克矿工却趁机在上半场就取得了2比0的领先优势, 李昂在下半场才缓过神来,穆萨登贝莱和杜波连续进球扳平了比分, 不过李昂仍以一升一平位居本组第一,G组中央陆军1比0黄马黄马虽然是克场作战, 但是赛前赔率被绝对看好,但是上半场莫斯科中央陆军, 却由克罗地亚前锋弗拉,西齐在开场一分钟就把攻破黄马球门, 当然这球并不是中卫瓦拉内的错,只是因为克罗斯在中场漫无目的的回传失误所致, 此后卡塞米罗,本泽马和马里亚诺,两次击中立柱一次门凉, 军一汉错过半平比分的机会,虽然中央陆军球员都不敢相信, 但是他们还是赢得了比赛胜利,比赛最后时刻他们连队长, 功虚门将阿金费耶夫都被罚下,但还是惊险获胜, 罗马5比0比尔森胜利罗马主场虐蔡拿下本赛季欧冠首胜, 除了当家前锋哲克的帽子戏法之外,两位小将云戴尔和小克鲁伊维特也收获进球, 尤其是克鲁伊维特完成了他在欧挂的处子进球, 罗马队21次射门和13次射,正都是金晨欧挂比赛中, 各队进攻记录,H组尤伦图斯3-0年轻人尤伦图斯获胜毫无悬念, 他们在本赛季保持了各项赛事九连胜的记录,瑞士联赛冠军伯尔尼年轻人显然不是对手, 虽然C罗缺阵,但是迪巴拉完成了他在欧冠联赛的第一个帽子戏法, 最终3-0轻取对手,尤伦图斯也全胜领跑H组, 两支一架球队皆取得大胜,万连0-0瓦伦西亚万连近期接连遭遇郁闷灾果, 自从被传出将帅不合之后,万连已经连续四个主场不胜, 穆帅和他的球员陷入怪圈,万连对比赛打得极其难看, 连明苏斯科尔斯和贝克汉姆都看不下去了, 而对于客场拿到一分的瓦伦西亚算是新满一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